在一些 以那個空間大小之外 他一般有一些秘書 有沒有秘書 或是說有一些在台灣的話 有的是用日本式管理的話 他排在後面的話 他地位就比較高 你在辦公室裡面去的話 前面都是職位比較低的 部門儘管就坐在最後面 他的桌子都比較大 空間也比較大 甚至也有一些秘書 在幫他處理事情 他那桌子的價格也不一樣 甚至連椅子的價值也不一樣 他椅子比較大 那就地位比較高一點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一般越高的主管的話 他穿的服裝 一般就比較正式一點 要打領帶 穿西裝 前面的話一般來講是 可能就比較沒有 要見到後面的話 可能就比較一般都要透過前面的 來介紹 來導入 他前面的那些人員的話 透過他 他被你過濾一下 你能接觸到那個後面的主管 如果更重要的話 甚至於在秘書那邊就把你擋到 你根本看不到最高階主管 或高階主管 你可以打電話過去安排時間 他可能如果說他會過濾一下 秘書會幫你過濾一下 完了以後這個當事高階主管 他會再過濾一下 要不要接見這相關的人員 否則的話如果他會拒絕 拒絕的話他會講一些比較客套的話 不會直接說不接受訪問這些狀況 他會講一些比較客套的話 所以說一般在我們這個位置的話 日本式管理是這樣的 在其他公司的管理也是差不多 甚至有一些公交機構的話 他那些越高的主管的話 他只有獨立的一個辦公室 外面大概只有一些秘書 要經大都很困難 大概這樣